我曾经很喜欢金庸 金庸我也是看着 看着很来劲是吧 《色雕英雄传》 我连着几天几夜都看完 那么厚 好玩啊 来劲啊 来劲 他反正一个一个高潮 就是这个狠的 待会儿就肯定有一个 比他更狠的 对啊 你招一招 这给你弄 但金庸的话 看着快为什么呢 金庸当他一带开始 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全部跳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不是看那个打的嘛 因为这是目的嘛 他其实有好多张姐 都前面就去世那个 那个叫什么的 哎 倪邝也是也是蛮 蛮蛮蛮蛮奇怪的 对 倪邝觉得倪邝比他粗多了 不是 他饿去 两个人没说好 他把人给你写死了 你 哈哈哈哈 我不是睡 不是 知道不是倪邝有意的 因为他们哥俩是 互相帮忙 因为什么呢 他们当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 对对对 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确实写不了 你帮我写 对 所以呢 倪邝 你要不把人写死 倪邝不知道怎么写的 哈哈哈哈 对 武侠就是 温 温瑞安 金庸 古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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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梁雨森 梁雨森 金庸还是挺厉害的 他把那个中国文化的因素 融进去 对啊 弄得神乎其神 对 他那个剑法都有王羲之 什么什么 那个草书啊 什么公孙大梁啊 什么这个 军庸的阅读是可以给你带一种快感的 你看着很激动 那种迷人的东西 那种和对读者的吸引率 那你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那古龙我就没那么喜欢 是因为古龙老是什么 下毒 但是他还是喜欢下毒 你知道吗 就是 不打 还没有打 还没有打 没打 那个人就毒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